碗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很有趣 也可以用于学习 您可以给孩子一个小杯子和一个大碗 然后说 你认为要多少杯水可以装满这个碗 孩子可以猜一下 然后通过将杯子装满水 并将其倒入碗中进行测试 说说他们发现了什么 几杯水能装满碗 是比你想象的多还是少 通过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 进行测试并进行讨论 孩子正在学习像科学家一样的思考 在这里看得太多了 看得太多了 像素学家一样的音乐 让你听到很高 它标准さ是大碗 也是那样的 可以找到很多工作 如果已经是闪了 这一路留意 看得很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